之前说到陈姓从一世始祖陈湖宫 建立陈国开始直到最后灭亡 陈国的国君主迈不险 而在齐国由陈氏改为田氏的这一支责混得风生水起 可以说那时候他们也秉承了顺利一脉成为正宗 那么在齐国的陈氏一族在代替了原来的女士国君之后 最终又走向了哪里 截至上期说到 从公元前391年开始 自其康公被田和迁到海滨之盼后 周天子册封了田和为齐国国君 而他仍沿用齐国名号 史称他为田齐太公 而且这是陈田一族所控制的齐国 远比已经灭亡的故乡陈国还要强大得多 齐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战国七雄之一 而自田齐太公田和之后 又经过了齐飞宫 等到了他的弟弟田武时期 也就是田齐桓公继位后 他率先对周边各诸侯国发动了反击 这一举措 也使齐国得以改变之前受制于人的局面 之后他还创建了纪下学宫 开始招揽天下贤士 使其成为齐国日后的人才市场 而纪下学宫 应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了 也为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高等学府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不可多见 而畏微壮观的百家争名 就是以齐国的纪下学宫为中心而展开的 齐也是古时候中国最早的政府之后 而到了田齐桓公晚年的时候 扁鹊还曾去面见过他 可在他疾病由青道众演变的过程中 扁鹊还连续劝了三次 可是田齐桓公也为汇集祭医而不听劝 而等到扁鹊再来之时 发现田齐桓公已病入膏肓无法医治 最后扁鹊无奈只能转身而退 并连夜逃出了齐国 而不久之后田齐桓公就因病发而过失了 接着就到了齐维王时期 而在齐维王即位之处 他基本上是不问政事 还夜夜升歌 而群臣之中没有人敢尽见说实话 只有淳于坤敢站出来 他对齐维王说道 国中有鸟 只王之亭 三年不飞又不明 不知此鸟何也 淳于坤的话用现在白话说就是 我们齐国有一只大鸟 就在宫中 三年了不飞也不叫 大王知道这是什么鸟吗 齐维王一听就知道 淳于坤是在用大鸟比喻自己 想也没想就回答说 此鸟不飞则已 已飞冲天 不明则已 以明惊人 从此 齐维王振作起来 开始致力朝政 而后还真为齐国沉迷上衍了一番 究竟什么叫做一名惊人 之后 齐维王集结军队开始对外征战 不只要了齐国的国威 还震慑了其他诸侯国 后来其他诸侯也怕被其征战 都纷纷把之前抢夺的齐国土地都给还了回去 紧接着齐维王对内又开始整顿励志 而且严明赏罚 对廉政清明的大臣全都进行封杀 对于贪污腐败的大臣 则直接丢进废水的大顶里烹杀 而齐维王的这一系列举措震慑了全国 使得官吏们不敢再贪污腐败和混淆视听 自此之后 齐国的立志为之以心 紧接着齐维王又以邹记为相改革政治 还任用了田记和孙编为将 一时间使得齐国能够快速强大起来 公元前353年 桂林之战 魏国军队围攻了赵国都城邯郸 四年赵国便向齐国求救 之后齐王命田记和孙编率军前去救援 而孙编认为魏国把全部的精卫部队调去进攻邯郸 此时国内必定空虚 于是率军前去围攻魏国都城大梁 或使着旁娟带领魏军赶回魏国都城救援大梁 而孙编自己却在桂陵设下埋伏 最终成功伏击了魏军 而此战中必施积须和弓其必救的两大特点 也创造了唯卫救赵的战法 使其成为了两千多年来军事上诱敌旧范的常用手的 公元前341年 齐国又在马林击败了魏军 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范县一带 不止俘虏了魏国太子申 还杀了魏国一代名将旁奸 震慑了韩赵魏三大诸侯国 公元前334年 齐威王与魏惠王在徐州会盟 互相承认对方魏王 自死齐国名正言顺有了王号 而到了齐威王晚年的时候 齐国的相国邹记与将军田记这两个政治对手 都想整治对方 于是有人给邹记出了个主意 让他劝说齐威王派田记去攻打林兹 要是打了胜长 算是邹记策划的好 可要是一旦战败 田记就算不死在战场之上 回到齐国后也必定受到军阀处置 到了公元前 三百二十二年 不料田记中了反剑计 战败后逃亡到楚国不敢回去 直至齐威王即位之后 才找他回国恢复就职 公元前三百一十四年 殃国国相子之与殃国太子平之间 发生了一场争夺王权的内外 史称子之之乱 而在孟克的劝说下 齐宣王命匡张率五都之兵北地之众在三十天时间就灭了殃国 于是秦国与赵国重兵前去攻打齐国 无奈 齐国只能被迫从殃国撤兵 公元前三百零一年 齐国联合韩国与魏国攻打楚国 之后直接击败了楚国 公元前二百九十八年至公元前二百九十六年 齐国又联合韩国和魏国连年攻打秦国 三年就攻入了秦国的韩古关 最后迫使秦国求和 公元前二百八十八年十月 齐敏王与秦昭王互相称帝 两国一东一西 即东地与西地 不久之后 齐敏王听了苏代之言 直接去了帝号 又重新称回王位 而秦国也跟着去了帝号 尽管二王称帝的时间不长 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齐国和秦国的强大国力 以及周王朝的彻底衰败 到了公元前二百八十六年 齐敏王自灭了宋国之后 向南又攻占了楚国淮水以北的土地 在西边还侵入了三进之地 当时齐国的实力已经到达巅峰 那时齐敏王还打算吞并周王室 自立为天子 而四水一带的诸侯如邹国和鲁国等国的国君 都已向齐国称臣 这也导致了各国诸侯内心都很恐惧 就这样齐国南法西征 打败了战国七雄中的楚卫赵寒等国 还威慑了附近的邹国和鲁国 此时的齐国气势可以说是一事无两 达到了鼎盛 而俗话说盛级必衰 齐国也不例外 因为之前齐国乘着殷国子制之乱的时候 差点灭了殷国 后来齐国军队被迫从殷国退兵之后 而远在韩国的殷国公子职 回到殷国重新复国 史称燕昭王 燕昭王曾经发誓 燕齐两国不共戴天 之后他以岳王勾建为榜样 开始卧薪尝胆和历经图治 终于在等齐国灭了宋国之后 彻底激怒了韩魏赵楚秦等几大诸侯国的不满 于是几大诸侯便开始了五国和纵伐旗 齐国因此而引火烧身 公元前284年 燕昭王以岳一位大将 联合了燕秦韩赵魏一起进攻齐国 而五国联军汇聚到一处之后 在济西之战中一举击溃了齐军主力 之后五国联军便分散开来 各自攻略目标 唯有燕军长驱直入 直扑其国都城而去 就这样包括齐国的国都林姿在内的 七十余城被五国联军所攻陷 最后甚至连齐国的镇国宝器也被夺去 而此时的楚国 却趁着五国与齐国激战正撼之时 打着原旧齐国的旗号 出兵收复了之前割让给齐国的淮北之地 并且将出逃时的齐敏王杀死 而齐敏王的儿子田法璋在举即位 使称其相亡 就这样 齐国的土地就剩下举和吉墨两座城池 之后燕军引兵东为吉墨 城中众人便推举田丹为将 就这样双方相持了长达五年之久 公元前279年 燕昭王逝世之后 燕惠王继位 田丹便使用反剑剂 最终使得越义被废除职务 燕惠王便改派齐杰代替乐义为将领 之后越义被迫出逃赵国 而此时田丹便开始组织反攻计划 以火牛阵击败了殃国军队 齐国仅仅不到一年之内就复活 虽然齐国收复了大部分失地 但此时元气毕竟已经大伤 已无力在与蒸蒸日上的秦国相抗衡 公元前265年 齐湘王死后 齐子田建即位 史称齐贡王 而在齐贡王在位期间 齐国因得到太后君王后的扶持而得到安定 到了公元前249年 君王后去世之后 齐国由君王后的足弟后盛把控朝政 而后盛为人贪婪 在秦国的不断贿赂之下收受贿赂 齐贡王还听起了后盛的主张 在秦国灭其余五国之时却袖手旁观 而齐自身也不加强战备 在秦国攻打赵国的时候 齐国也不前去救援 结果在长平之战的时候 秦国一举灭了赵国的45万大军 而强悍的赵国自此残废 之后齐贡王甚至还要到秦国去朝见秦王 可以看出此时齐国的国士已经远不如秦国 而在其余五国相继被秦国灭了之后 齐贡王才感觉到秦国的威胁 接着慌忙将军队集结到西部边境 准备抵御秦军的进攻 公元前221年 秦国在灭了韩赵魏燕楚这五国之后 以齐国拒绝秦国使者访击为由 命王奔率领秦军进攻齐国 而齐贡王在慌忙之下 调了40万的齐国军队主力 集结在齐国西部来对抗秦军 而秦军却避开了齐军西部主力 由原来的燕国南下直奔齐国都成林子 而齐军面对秦军突然从北面来攻 被打得措手不及而土崩瓦解 最后齐贡王还听从了 国相后盛的建议 直接出城投降了秦国 自此战国七雄中的最后一大强国灭亡 就这样齐国也成为了秦国的一部分 之后秦王将齐国设置为齐军和狼牙军 自此大秦帝国正是一统天下 秦王最后将齐贡王安置在了共地 不给他提供食物 就这样齐贡王最终活活被饿死 自此一共传了八代君王又经历了一百八十多年的 归姓田氏齐国 直到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的时候 在最后一代的齐国君主王国之后 齐国王族的部分子孙也都纷纷改姓避难 其中齐贡王田建的三个儿子田生与田桓和田枕三人 也同样出逃避难 其中长子田生的儿子田安 在秦末时期 在项羽破釜陈州渡河旧赵之时 田安也攻下了极北数座城池 并率着自己的部下投奔了西楚霸王项羽 继而还被项羽封为极北王 之后因田荣反叛而被杀害 最后田安的儿子为避免杀戮 改名为王室 而他的后代就是西汉末年之时 建立起新朝的王王一族 这一支也是王姓的一大源流 另外齐贡王田建的次子田衡 之后他的后裔也改姓王室 而只有齐贡王的第三个儿子田枕 在齐国被灭之后 恢复为故国陈国的陈姓 然而陈枕的这一脉 对于接下来的陈氏一族来说非常之重要 其也是现代陈姓的重要来源之一 而且陈枕这一支由田姓附姓归宗的陈氏一脉 跟之后东汉时期所兴起的 影川陈氏一族有着重要的联系 因为对于目前繁衍极盛拨迁又极广的陈姓来说 影川陈氏在陈氏一族的家谱里 或者说在中国上千年的历史里 都是十分显赫而又不可或缺的存在 而目前影川陈氏就占了陈姓总人口的80%左右 所以说可见影川陈氏对于陈氏族人的影响之深远 最后陈枕 陈衍和陈泉温这三支的陈氏族人 随着联宗统谱的深入 先后逐渐融入 最后统称为影川陈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国末年 归姓陈氏齐国被秦始皇统一了之后 齐族人四散到各地 而作为原来陈国后裔的一位陈氏族人 则在秦末之时 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虚目 那么之后 齐又会带着民众走向何方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